他們也有出演過愛的迫降 演員高歸壁在愛的迫降 飾演視理公司的宣傳組組長 洪昌直 而演員林徹珠呢 則是飾演視理的人壽保險負責人 普秀燦 兩人在影視理不見的時候 都很努力找他 所以也才會有台詞提到 即使有人調到北韓 他也能找得到 而且當作金秀賢也有以 東九一角客串過愛的迫降唷 最後還有姑姑凡芝 和龍頭里的殷松 他們兩個也都出演過愛的迫降 分別飾演北韓大佐夫人的 馬英愛 和北韓竊聽員的鄭萬福 看來當時在北韓 有些微緣分的兩個人 這次在南韓真的有緣分了呀 嗨威勒米 昨天類之女王大結局 大家有看嗎 我先說那一小時多 這讓我心臟 各種跳動了 真的是太正經了 不過大家知道 其實這部劇有超級多彩蛋 所以我們今天就整理了 我們出六個 你可能不知道的類之女王彩蛋 但是 你怎麼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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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給你 加上香蕉 第一個 致敬孫一貞 玄冰婚禮 第一集一開始出現 海人和賢佑的世紀婚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是在致敬另一場 真實存在的世紀婚禮呢 那就是玄冰和孫一貞的結婚典禮啦 從場地 布景到海人和賢佑的禮服 相似度都超高 因為愛的迫降也是編劇 可以算是他促成這段家喔 所以致敬一下這對 甜蜜蜜的夫妻也是很可以的吧 第二個 愛的迫降 演員客串 眼尖的大家一定也有發現 跟蹤賢佑的這兩位保鏢 他們也有出言過愛的迫降 演員高歸壁 在愛的迫降 飾演視理公司的宣傳組組長 洪昌植 而演員林徹珠呢 則是飾演視理的人壽保險負責人 朴秀燦 人在影視理不見的時候 都很努力找他 所以也才會有台詞提到 即使有人調到北韓 他也能找得到 而且當作金秀賢 也有以冬酒一角 客串過愛的迫降唷 最後還有姑姑凡姿 和龍頭里的殷松 他們倆也都出演過愛的迫降 分別飾演 北韓大卓夫人的 馬英愛 和北韓竊聽員的 鄭萬福 看來當時在北韓 有些微緣分的兩個人 這次在南韓 真的有緣分了呀 第三 不停出現了愛的迫降 除了演員們的客串之外 劇中也出現了很多 跟愛的迫降 或是玄冰集孫一貞的彩蛋 像是第四集 楊姬就直接提到 演戲演出真感情的 玄冰和孫一貞 第五集裡的 海人媽媽 乾脆直接看起愛的迫降 這個完全是超級強大的 無縫置入 無所不在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因為這樣 又回去看愛的迫降 會一定會 絕對會 第四個 致敬張國榮阿飛正傳 而在姑姑和殷松 首次見面後 姑姑就說 對方長得有點像張國榮 有點像張國榮 之後在第十一集劇組 乾脆讓殷松致敬張國榮 直接重現了阿飛正傳裡面 張國榮穿吊嘎的經典造型 大家覺得有像嗎 我覺得神韻有一點像 最後讓大家猜猜看 就是世界殷松的這個演員 金永敏他今年幾歲 給三個提示 好啦 那我來公布答案 他今年已經53歲啦 而且他還馬東詩童年齡 怎麼會 看不出來 他兩個人還是好看 他大概一起 已經看不出來是同樣 他很有那個童顏感 對 超級 而且那時候他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我就想說 他長得好像還蠻帥的 50幾了 太扯了 天過半白 佩服佩服 都是吃胎盤素長大 第五個 直升機是後製的 第一集裡面 海人搭著直升機 到龍頭裡找鹹有 場面看起來非常的厚大 果園和龍頭裡黎明 更是被直升機的風 吹到東島西外的 那實際上這個畫面 是靠著巨大強風機 和後製才完成的 龍頭裡當天拍攝 其實是沒有直升機的 第六個 致敬三流之路 金智元撒嬌 第一集裡面 賢佑在喝醉的時候說 還認出他喝醉後很可愛 讓他很是困擾 但他天生就是可愛 能怎麼辦 整個很逗趣的大哭大鬧 更是做出雙手夾在腋下的動作 而他這樣裝可愛的模樣啊 其實在模仿三流之路裡面 金智元有名的撒嬌片段 這真的超好笑 這真的要有看三流之路 才會知道他在幹嘛 大家可以去衝刷一下 像我最近就在二刷 在幕後花絮中 可以看到這段金秀賢的 即興演出 還是好好確認過 鏡頭位置才這麼做的 更得意的說 金智元看到後 應該會很開心吧 在2020年金秀賢主演的 雖然是精神病 但沒關係中 吳正式飾演他罹患自閉的哥哥 這次淚之女王 則是特別找來吳正式客串 角色變成賢佑的精神科醫生 吳正式從精神病患 變成精神科醫生的神之轉化 也是非常有趣的亮點 你知道這邊又讓我想到 因為他跟海人 不是後面有稍微微微親密戲嗎 一點點 但是他們到要這個親密的片段之後 就直接跳到下一個畫面 那時候我想說 蛤他在精神病不都跟 那個女主角清晨醬 怎麼這個這麼保守 害我小期待一下 Keebaga 致敬我的初走日記 在第八集中 海人想起賢佑 帶他搭地鐵看夕陽的回憶 這個畫面一出現 應該不少人有聯想到 金智元的上一部作品 我的初走日記吧 不管是金智元看向外面的角度 或是夕陽與灰 照進車廂裡面的色調 全都還原致敬 不知不覺 讓人很想再回去刷一次 是我的初走日記呢 這是我們新小編大推的一部韓劇 是不是只有我沒看完 第九個 學繡製露牙音效 有一段是賢佑買了運動鞋送給海人 為了討海人開心 賢佑做出了一個超逗趣的 實際上他這個表情 是在模仿他好友秀智的 調情必殺技 兩人因為2012年的夢想起飛 Dream High認識 沒想到時隔12年 還能看到這樣的夢幻連動鞋 而有關於秀智這個必殺技 他去年在好友趙賢雅的 YT節目上就有分享過 當秀智被問到有沒有什麼 調情技巧時 他就露出了這個可愛的笑容 說實際上看起來像傻瓜一樣 似乎更討喜 讓趙賢雅笑到不行 看來金秀賢應該也是看了 這段畫面學起來的吧 你不行 你不行 剛才我往上播 就差不多這樣 有有有成功了 第十個 黑道律師文森佐 宋仲基客串 曾經指導過 黑道律師文森佐的導演 金希元 這次也找來了 宋仲基客串 海人的離婚律師 從他出場後 揚機的台詞 就開始充滿了彩蛋 不只提到財閥家的小兒子 台詞 海外派遣軍人出身 搭太空船的人 和根本不是人 而是狼少年 分別對應者 太陽的後裔 電影《勝利號》 和電影《狼少年》 最後更乾脆 直接大公開 他叫文森佐 和黑手黨的身份 可以說是把 宋仲基的知名作品 介紹好介紹蠻 不過 當觀眾覺得 最大地域梗的是這段 那裡看到 婚禮的主要要 是 三個月之間 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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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初他和宋慧喬離婚時 宋慧喬公開的原因 就是 有性不和 只能說編劇和導演 真的好感 在話劇中 也可以看到 他們在現場相處得很輕鬆 因為宋仲基在15年前 就和金秀賢合作過 聖誕節會下選嗎 和金智元更是一起合演過 太陽的後裔 和阿斯達年代季 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看到他們大合體標戲 第十一個 金秀賢和岳母二搭 這次在淚之女王 飾演海人媽媽的 蘿應姬 她在來自星星的裡面 是飾演千宋依的媽媽 前後兩次 都剛好是金秀賢 最愛女人的媽媽 看來也許金秀賢 最喜歡的是月女的基因吧 怎麼那麼巧 好合理喔 剛好想要她的女兒啊 這個彩蛋很有趣欸 很可愛 很可愛 第十二個 洪海人都愛金秀賢 在來自星星的你中 由洪真慶飾演的 漫畫店主人兼千宋依好友 剛好在劇中裡面的名字 就叫洪海人 還會稱自己為洪海人社長 而且還非常喜歡飾演 都民俊的金秀賢 而在這次淚之女王中 洪海人社長也是朝愛金秀賢的 不知道呢 這次碰巧 還是編劇的用心安排呢 嗯 應該是用心安排 沒想到到了十五集 漫畫店的洪社長 轉行當偵探來客串 直接變成 洪海人跟蹤洪海人 就連潮世浩瀚南廠西 也以當年的經典運動服裝現身 這次來自星星的你 和愛得迫降 要來PK誰客串比較多次嗎 會不會是 其實有聽到網友在討論 故意加進去的 我真的覺得一定是 每一次播完都會有人討論 他那個也太那個了吧 想說怎麼可能那麼剛好又出來客串 第十三個 千宋依是靈感 金秀賢在Leo Quiz裡面就有提到 他每次在淚之女王 展現搞笑演技的時候 都會想到當年合作的千宋依 當時全智賢的搞笑演技中 混合著很多他需要修化的部分 但他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很佩服全智賢 也讓他學到很多 難怪金秀賢可以在淚之女王中 展現這麼多有趣搞笑的畫面 看來他每次都非常認真觀察 和他合作的女演員 全智賢覺得是我心中 最會搞笑的第一名女演員 她從那個啊 我的女演員女友 她以為她不只搞笑 就是她那種 傻坡的樣子或什麼 就是也讓人家討厭不起 對 而且我覺得她很難模仿欸 超難的 她太有魅力了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播爸們 有可能他們應該沒看過 因為她第一集的時候 好像是我國中 還高中 很多人都沒看過 沒有看過趕快刷起來 她超漂亮 而且會苦飽 第十四個 金智元和郭東元二大 郭東元曾經在 《三流之路》裡面 飾演金智元的前男友 金武奇 這次在《淚之女王》中 兩人則變成姐弟的關係 也難怪在拍攝時的默契 特別好也不太會尷尬 雖然身份有了變換 但當中唯一不變的就是 郭東元都是被金智元 吃得死死的那一邊 我真的瘋了 你為什麼要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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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個 《白家 紅家 急性爆發》 在第九集裡面 兩家人一起在賢佑家吃晚餐 面對秀哲對水的挑剔 大家一來一往的互動 讓觀眾們看得非常有趣 尤其是金秀賢的最後一句 他不會對我這樣 更是讓大家噴笑 而這些其實都演員們的 即興演出唷 沒想到大家不只接得很順暢 效果更是十足滿分 超自然的 完全看不出來的即興 太自然了 最喜歡看即興演出了 第十六個 《財伐家的小兒子》 夫妻二搭 在第十二集 終於出現 賢佑的大嫂真面目 是由演員金信露所飾演 但大家應該對這組合不陌生 因為他們在《財伐家的小兒子》 終於也是飾演一對夫妻 只是在《財伐》中 金信露是公主傲妻的模樣 我愛過 我愛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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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淚之女王》 則是180度大轉變 成為嬌羞好妻子 唯獨金杜賢 都還是一樣有點 鬧鬧的感覺 你知道那時候 我來看這張的時候 我想說 我怎麼覺得他們倆很眼熟 原來就是 是財伐 原來就是財伐裡面 我那時候一開始看 還一直以為 她姐姐是她老婆 一開始我一直搞錯欸 我那時候是一直以為 她們兩個姐弟 終於離婚了 看來大家都跟我們一樣 第十七個 金秀賢的退伍照 是她本人的 在賢佑龍頭裡的房間中 可以看到她 從小到大的各種照片 當中可以看到她一張 穿著軍裝的照片 實際上呢 這真的是她退伍時的畫面唷 只是劇中因為設定的兵種不同 所以批了一下軍帽和軍服 對賢佑小時候的照片是合成的唷 Diss Bug Up 海人MP3裡的歌是金智源好友的 隨著劇情的發展 可以看到海人和賢佑的緣分 早在非常早之前就有連結了 其中一個就是高中時期的MP3 MP3裡面有一首歌是歌手 高潤河很有名的歌曲 Waiting 剛時劇組要使用時 有先詢問高潤河有關版權費遺事 但高潤河因為自己和金智源是至親好友 為了好好支持好友的作品 所以沒有收版權費 事後高潤河更是在IG上 幫忙大推類之女王 讓劇組們非常的感動呀 第十九個致敬 在第十集裡 閒耀和楊姬拿了各種資料去威脅葛瑞斯 有一份是因葛瑞斯而離婚的受害者清單 當楊姬說裡面有著各種政商名流 最後強調了有一位以前是黑道 讓葛瑞斯聽到後立刻歸縮起來 有觀眾認為會這樣強調黑道 應該是因為之前金珠玲在 魷魚遊戲裡面飾演韓美女 就是招惹到黑道張德秀 最後兩人一起領了便當 才讓她特別忌諱黑道這個身份 二十 後宮征環傳台詞 第十一集裡 洪家人為了找出會長留下的九千億 一行人假扮各種身份 秀澤被設定為 聽得懂韓文 但不會輸的中國商人 郭東嚴立刻展現中文演技 這段香菜梗片段也因此大爆紅 只是除了讓人覺得很親切不要香菜之外 他最後還更補了一句 讓現場所有人都憋不住笑 花絮也打上是透過電視劇學的中文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沒錯 這段經典對話呢 就是來自於 後宮征環傳 還有看 你抱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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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往上 好好笑 我那時候看這段的時候 我在加大爆 像笑爆酒的 第二十一個 最近美國電影 我的失憶女友 在第十三集中 最後海人終於知道 自己手術後會失憶的事情 緊接著就進入了感人的後繼 只是在出現後繼的劫影裡面 有觀眾發現 那個剪影是致敬美國電影 我的失憶女友 電影中的女主角 因為車禍而失憶 她的記憶只停留在車禍前一天 而男主角在愛上她後 決定幫助女主角 並每天留下一卷錄影帶 告訴女主角 那些她所忘記或錯過的 就像最後後繼 賢妖做的事情一樣 網友你們真的是太厲害呢 第二十二個 真的有英俗 第七集中海人跟賢妖說 公司頂樓生活著一隻 小碗熊叫英俗 平常都會躲起來 在沒死人的時候 呼喊的話也許會出來 賢妖相信後 也常會去頂樓喊個幾聲 雖然在第十三集裡面 海人跟賢妖說 那其實是騙她的 但眼尖的觀眾 發現在第七集 最後後繼的轉轉畫面中 在草叢中有出現小碗熊的身影唷 大家覺得英俗到底在不在呢 這個我沒看到欸 真的喔 我完全沒看到欸 因為她其實這個畫面過得很快 對啊 好可愛喔 希望真的有英俗 第二十三個 影音盛暗示自己的結局 在《類之女王》第五集中 會長說自己很喜歡拿破崙 因為自己也是這樣白手起家 影音盛在知道之後 就送上了一幅 裝有監視器的拿破崙畫作 而這幅畫是在記錄 拿破崙被迫流亡到 二二八島後 於1815年返回法國再次統治的模樣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光榮 但其實 在拿破崙再次即位的白日之後 就因為滑鐵盧戰役中失敗 讓拿破崙不得已宣布退位 因此這段時間也被稱為白日王朝 有觀眾認為這幅畫 早就在暗示影音盛之後 會以失敗收場 算是一個很大的伏筆 第二十四個 室內景大多是造景 大家在看到海人家的豪宅 優雅的房間 或是龍頭李溫馨的行優家等等 是不是都很好奇 這些房子到底是去哪裡找的 怎麼可以這麼美 而且又那麼適合呢 那是因為這些室內景 幾乎都是棚內造景 只能說驅逐真的是太強大了 這我在看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發現是造景 我那時候還想說 哇哪邊有個房子那麼大 那麼多地上 其實現在很多像 好像就連台灣電影拍距離 也是很多會是造景 喔這很有趣 然後是窗外的景色 或是有的門的 全部都是藍幕跟綠幕 看不出來耶 實際的拍攝現場真的也超大 但我覺得這個好處就是你可以 想要從樓頭裡突然到 海人家拍攝的時候就很方便 走一下就到了 就這樣一直換牆子 對 這真的是最方便的地方 第二十五個 畫作One of the Family 在第八集中有看到海人的爸爸 正在拼兩千片的拼圖 他說有一片拼圖不見了 爸爸正在拼的那幅畫作 叫做One of the Family 是1880年由藝術家弗雷德里克 喬治科特曼所創作的 畫中描繪了一家人 溫馨在一起的畫面 只是在海人和賢佑確定離婚 洪家也開始陸續被逃亡後 這片已吃的拼圖 其實也象徵著洪家的不完整 但到了最後一集 海人和賢佑再次相愛 所有事情都回到原位後 拿破仑的畫作 也被換成兩家的全家福 而本來找不到的那塊拼圖 也出現了 並且被拼好了 代表全家人終於變成一體 再也不會分崩離析 第二十五個 普神薰名字不見了 最後一個雖然不能算是聚的彩蛋 但因為真的太可愛 所以決定跟大家分享 視野影音盛的普神薰 上youtube節目宣傳時 他就有提到 這個名字消失了 因為他在拍《類之女王》時 有路人看到他後 居然叫他 普仔俊 也就是結合他的本名 普神薰 以及讓人永遠忘不掉的 黑暗農藥一角 全仔俊 更說 就連《類之女王》劇組的人 有時候也都乾脆叫他仔俊 這讓他可以說是哭笑不得 還是大家乾脆就把 仔俊把他弄成藝名啊 我覺得他叫仔俊超適合的 對啊 而且他最近 因為他《類之女王》 又演了 不是這麼善良的角色 所以就會覺得 怎麼又是仔俊 對 有個仔俊的那個集市感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整理的 《類之女王》彩蛋啦 說真的 就是有一些地方呢 我是真的覺得有點傻眼 你就覺得編劇也太狠了吧 你不覺得嗎 在看的時候 你不覺得編劇有點狠嗎 我是覺得 最後一集已經有太多東西 沒有想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最後應該看什麼 真的啊 你跟我想的一樣 我昨天看完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欸 很多東西我都還沒有很高懂 所以他們會再出第二季 還是會再出個番外篇嗎 我想應該 他有說啊 他會再多出兩個啊 可是特別篇 不知道會不會解釋這些東西啊 好 希望他會解釋欸 我原本還有最期待的一個就是 片尾 至少男女主角要大撒糖 可是我感覺好像 然後沒灑什麼糖 然後就結束 然後到老這樣結束 跟我一樣 我也超想知道這個的 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 救他的人是白鮮佑 喔 對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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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很重要欸 但其實我看幕後花絮的時候 我是蠻喜歡 就是演員跟導演們 他們編劇這樣的互動 就覺得他們私底下 真的很像一個大家庭 因為他們畢竟很多 都有共同一起 演過戲 就是那個感情是 騙不了人的感情 真的看起來特別的好 好啦 今天拿個彩蛋 是讓你覺得最震驚的 或者是你對淚之女王 有沒有其他想法 你想跟我們分享的呢 都歡迎到 影片下留言處 讓我們討論 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